你比如说经济体育 经济体育是最残酷的 因为它结果是特别直接 而且是短暂 你打球再长半个小时 这把球打完了 那你最强劲的对手 站在你跟前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 你怎么看待他呢 我站在你跟前 你肯定从心里就蔑视我 就是我都不需要使劲 就把你打得找不着球 但是你碰到的不是我这样的对手 你一定是碰到的 世界级跟你同等级的对手 站在你跟前 尤其最重大的比赛 确实这个 首先你还是要有一个良好心态 你要能够客观的去分析 自己是属于 有一种类型属于自信型的 有一种类型属于焦虑型的 就觉得把心态 把自己位置相对放得低一点 我去拼 有一种是相对我自信一点 出手更加坚决 这种哪种风格是自己的 我就是相对属于可能 这种焦虑型的 我看谁感觉 我这哥们真强 这哥们这好那好 我都是属于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客观的分析 对这种技战术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因为知己知彼 你测试乒乓球 还是属于一个技术类型的 更多一点 可能对手哪个技术 相对好一点坏一点 我要通过什么技术 限制对手 在这个当中 再加上比赛当中 某个节点 你需要有 很 这种很重要的选择 我这个球是打在这边 还是打在那边 这种 当你状态好的时候 你出手很坚决 你就不会去考虑结果 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想 我这球打上怎么样 打不上怎么样 这是不好的状态 你就会犹豫 所以就每个运动员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 就是专注到比赛里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当然你面对最强大的对手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 往往打出来的技战术 也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喜欢看中国队 跟中国队这样比赛 因为大家非常了解 技战术能力 哪好哪坏 其实都知道 更重要在场上 这些发挥 然后以及投入这种感觉 所以这是 这种很多球迷 喜欢看中国运动员 对抗这种比赛 这种感觉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年轻时候看 中国乒乓球队 都是国际比赛 经常跟外国人打 那你现在自我去打的时候 他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讲了 就我们很熟悉 天天打 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 我的问题你也知道 就不可能我知道你 你不知道 大家喝多了 随便都能说出来 对方点啥点好 对 那么在这时候 他很有意思 你在打球这一瞬间 双方是最对抗的 没有交情可奖的对手 但下来以后 就会两人很好 搂着就说 咱俩一会喝酒去吧 咱俩聊天去吧 这都可以 对吧 那你平时怎么相处呢 我觉得这个 大家都彼此都能够明白 这是一种游戏规则 前一秒有可能我们是 场上对手 下一秒我俩还配双打呢 就是 咱俩双打的时候 利益共榜 我肯定都想赢的这个冠军 但是下一场单打的时候 那是咱俩互相比赛 争夺 因为冠军只有一个 但往往就是 我觉得对于对手 最大尊敬 就是能够在场上赞上他 我觉得这是对于 对手最大尊敬 如果你在场上 稀里糊涂你输了 我觉得那对方 也会瞧不起你 所以说这个 这也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最好的一个传统 对那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话很有意思 就是我 我战胜他 实际上是我尊重他 也让他尊重我 那么体育就是这样 体育的精神的核心 就是要战胜对方 对吧 我们生活中 就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生活中 一般你在工作中 你说我天天要战胜对方 那你不是打架了吗 但是体育它允许 跟你最好的朋友 然后在这个同台竞技 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很难得的一种状态 当运动员真好 你最近这两年跟比较强的外国对手 都跟谁打过球 就比过赛 不是打过球比赛 那比如说像日本的张门之和 然后欧洲的像波尔 奥恰洛夫 以及像日本睡国准这些都打过 这些运动员从就是你从你的角度去判断他们 你觉得就是他们是不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运动员之一 我觉得是 是吧 而且都是天才 就是你如果有疏忽就是也可能输掉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些对手就基本 其实大部分也自己也都输过 就是不是说我一步疏忽 是你有时候打得很好的时候 对对方也有可能去赢你 中国乒乓球队这些年给我们一个社会上一个印象 好像是我们所向披靡打谁都跟小刺一叠 所以有时候对于外国运动员来说 好像公众心目中都觉得不堪一击 不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中国运动员输外国运动员是个常态 对对对 是吧 这正是因为就是大家都觉得 外界看你这中国队跟外国运动肯定赢 就是当我们骨子里不是这样认为 我们反而更加重视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输一局输两局包括输一场 立马就变成大家观众这种焦点 这哥们又输球了 其实我们不光有时候在技战术上可能领先对手 同时我们我觉得我们在备战上也都是要比对手做得要好 做得更稀 这样我们才能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些微弱的优势 如果再加上我们要做好心态调整 就算之前做得好你比赛那半小时40分钟你心态调整不好 你也有可能回输 所以这也是中国运动员就是乒乓球运动员可能比别的一些运动员这种背负的压力可能要更大一些 你像你参加这种就是世界级的大赛局势这个瞩目啊 就是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是作为观看者 就是你觉得荣誉感最爆棚的都是哪些时刻 我觉得一方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也挺多 就是当然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有些外国观众他喜欢给外国人加油 但当你打了好的时候现在人家也同样给我们加油 我觉得得到外国选手外国就观众全场给你鼓励的时候这种尊重我觉得我喜欢 荣誉感 对 包括就是升国旗做过歌的时候你那种平时可能感觉上没有在国内的时候没那么强烈 没那么强烈 对 因为我们风靡训练的时候那个每两三天也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当你在领养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自豪感荣誉感 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文化悠久古老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它的这种文化认同特别强烈 它为什么强烈呢 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种文字 除了中国人是日本人借用了一点 韩国人借用了一点 圣言人都不用 所以中国人他自古的那种爱国的情怀实际上都是从文化基因来的 我老说我们的文化基因强大 你自幼学这方块字 你就永远跟那个拼音 就是拼音是世界上的语言的主流 今天你不管你说你学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它都是拼音文字 我们是一方块字 你认得就认得 认不得这字你拼不出来 你说我不认这字我上哪拼 你也拼不出来你必须去查字典 但是严格意义上讲 英文只要你写出来我能念出来 我不知道啥意思我也应该能念出来 对不对 它这个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文化认同 它会给我们一个民族 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种自豪感 这种自豪感最好的体现 往往都是在竞技体育中 看什么国旗的那一刻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 我们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看到第一个横幅就是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能够进入国家队穿上这身国服的时候 就带国旗的衣服出去比赛的时候 你就是会有这种自豪感 你代表的就不是你一个人了 你可能代表的是中国乒乓球队 代表的是中国 你这些比赛当中 你所的表现以及这种输赢 有的时候 说大点可能就是代表国家 肯定是 不用说大 一定是代表国家 可能有些小孩的时候 他可能不懂这些 我就是参加一个比赛 但慢慢大的时候你有这种 这种中国的这种意识 代表中国的时候 你就会这种感觉 所以说有时候背负这种压力 背后有可能上亿人这种支持你 这种球迷啊 以及亲戚朋友 你平时你训练的时候 有我们有队友 有陪练 有教练员 以及这种工作人员 保障人员去 就为了保护我们 保障我们几个去比赛的人 你就是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争取拿到这种冠军回来 这样才能对得起 就是大家一起付出这样一种努力 这种冠军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